我们看这题目 这里有二项分布 请问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那么这多选题 首先我们由这里得知 这n是等于20 那么p 是等于0.4 那1-p 就是等于 0.6 a选项 x的期望值为8 那么 x的期望值 这等于n 乘以p 所以这会等于20 乘以0.4 那我们算出 这等于8 所以a选项正确 b的选项 x的标准差 小于2 那么 这个标准差呢 这等于 根号 这是n乘以p乘以1-p 所以这会等于 根号 这是20 乘以0.4 再乘以 0.6 那么我们算出 这等于根号 4.8 那根号4.8 是大于 根号4 也就是2 所以呢 x的标准差是大于2 才正确 所以b选项错误 c的选项 x等于80 几率最大 那么x呢 等于 我们取 高斯符号 然后这里呢 是n加1 乘以p 那么也就是 我们取高斯符号 然后20加1呢 是21 乘以p是0.4 那么我们算出 这是取高斯符号 然后21乘以0.4 这是8.4 那么取高斯符号呢 这是无条件捨去 所以 这是等于8 所以x等于8的时候 几率最大 这是正确的 第一个选项 x等于70的 这几率呢 是等于x等于90 这几率 那么这是错误的 因为 这p 是等于0.4 那么不等于0.5 所以 这是非对称的 这分布 所以呢 在这里 并不相等 所以第一选项 是错误的 我们这里写 OK 这是不相等的 接着1的选项 x的分布呢 对称于x等于8 所以在这里 1 这理由是同 d 这理由 因为它是非对称 所以 并不是 对称于x等于8 所以 1选项错误 所以我们这里答案要回答 a c 这个答案